各位老师 同学 大家下午好 我是张爱斌 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很荣幸今天能用机会来这里给大家做这个报告 那么我报告的题目是探索未知的月球空间环境 这个月的3号咱们的嫦娥6号发射 那么也将执行国际上第一次在月球背面的采样返回 大家可能会问了 嫦娥6号是这个月发射 我们嫦娥1号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其实20多年前就开始了 那么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月球 它的这个好多方面的认识 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 其中有一项就是这个月球的这个空间环境 那我们知道月球是离我们地球最近的一颗天然的一个天体 虽然离我们很近 但是它上面的环境跟咱们的地球还是大相径庭 我们知道我们地球上会有稠密的大气 另外还有全球性的这种磁场 那么这两个其实相当于两个强大的护盾 有效地保护着我们的地球 虽然我们地球上表面也会存在这个风霜雨血 那么存在这些恶劣的天体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宜居的 那么看月球附近又是什么样了呢 外太空里有什么东西 有来自太阳的这个光 有这个太阳风 然后有太阳能量离子日面物质抛射 还有来自于地球的磁层里的一些粒子 当然还有来自于我们银河系中心的这个宇宙射线 还有一些流星 那么所有这些其实 正是因为月球它本身是没有像我们地球这样的大气 和全球一样磁场 所有这些都可以直接打在月球表面 那就像无数的这个子弹和炮弹 时时刻刻地在轰击着月表 那么这就造成了月球附近的环境 跟我们地球相差很远 那么这个环境我们把它成为这个月球的这个空间环境 那么这个空间环境差别这么大 所以就是我们去认知它 去了解它 这一个驱动的一个驱动力 那比如说在月球的这个急驱 会存在这种类似于喷泉一样的尘埃往上去涌动 那么这个月尘的喷泉是怎么来的 它是怎么运动的 再比如月球表面存在着很多这种漩涡结构 那么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所以这种巨大的差异 其实是我们去对月球进行探测 去认知的一个强大的一个驱动力 那么当然它离我们很近 所以我们对它进行探测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 所以说它又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实验室 我们通过对月球环境的这种探测和认知 我们可以类比去研究 跟它类似的同样是没有大气 也没有磁场的比如水星 比如小行星做一些类比的研究 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些 这种认知的这种驱动力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月球附近的空间环境 它也会影响我们航天器 以及宇航员的这种安全 尤其是对于宇航员来说 那么比如太阳它有时候也会发脾气 会爆发这种太阳的质子事件 那么这会造成月球附近的这种辐射计量的大大的增强 这种辐射计量其实已经远远超过 我们去医院做胸透的那个S射线的这种辐射计量 那么达到一定程度 它就会对宇航员那种生命健康 造成很大的一个威胁 比如说1972年这次太阳质子事件 那么我们看其实它已经达到了这种致命的这种等级 那么假如当时宇航员在月面 那这个宇航员很不幸 很可能就会牺牲了 但是幸运的是我们在这种 美国的阿波罗的16号和17号 那么它当时恰好避开了这种严重的事件 所以是非常幸运的 那么大家也知道 其实我们国家也在规划我们自己的这种载人登月 包括未来的月球科研站 以后都会可能会有宇航员在月面 所以我们需要去探测和认知这种空间环境 它的基本规律 那么正是由于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原因 咱们国家第一次月球探测任务 嫦娥一号 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探测地月空间 以及月球附近的空间环境 那么我是03年参加工作 那么我也有幸参与了嫦娥一号任务 负责其中一台有效载核的设计和研发 这里有个名词有效载核 什么叫有效载核 它实际上就是搭载在卫星上 直接完成特定的探测目标的一些科学仪器 那我们看长安一号 我们有哪些这个载核 包括八台 有一个立体相机 它就是拍摄月球表面的这种三维的一个形貌 那么有一个激光高度计 它是用来测量月球表面形貌的这种高度 那么有X射线谱仪 还有这个γ射线谱仪 它们两个联合起来 可以测量月表的元素的一个分布 那么还有一个干涉成像光谱仪 它是用来测量月表的矿物的一些成分 那么还有一个微波探测仪 它是用来测量月壤的一些特性 那最后两个是跟空间环境相关的两个载核 一个是太阳风离子探测器 一个是太阳高能离子探测器 那么我说的最后这三个 都是由我所在的单位来负责的 那么左边这个是我所负责的这台载核 太阳风离子探测器 我们可以看上它是装在嫦娥一号的一个角上 实际上有两台 那么另外一台 这个在另外一面我们看不见 我们看这个载核 它是用来测什么的呢 通过我们前面这个月球附近空间环境的 这种大概的一个解释 这台载核 它是用来测量来自太阳的太阳风 以及它跟月表先后作用产生的一些刺激粒子 比如反射和剑射的离子 比如拾起离子 那么从组成上来说 这台载核其实包括两个部分 传感器和这个电子穴 这个传感器呢 它就类似于我们人类的眼睛 它可以去感知我们要测的离子的 它的一些特性 然后呢 电子穴类似于我们人类的大脑 那么它可以采集这些信号处理 然后呢再去控制这个传感器的运行 那么这里也给大家先卖一个小关子 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部件 叫扫描高压 那么它是我们这个 类似于我们大脑里用来 控制我们眼睛的这个神经元 那么为什么它这么关键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去对它进行公关 后面还会讲解 先卖一个小关子 那么我们总的来说 对于一台载核的这种设计和颜值 其实它是涉及到很多的专业 我当时这个高考 这个报考的是自动化专业 包括其实硕士 当然也学的是一个相关专业 那么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设计到电路 设计到软件 当然这两方面 其实都跟载核的这个研发是相关的 但是对于航天的这个载核来说 对于电路和这种软件 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扬克的要求 当然这里面其实还涉及到其他专业 比如说机械 比如说物理 所以这台载核对于这个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 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我需要一边工作一边去学习 所以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除了这个压力 其实技术上也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这个挑战在哪呢 这个载核其实我们是继承了我们单位原来的探测二号的一个载核 那么但是呢我们有两个很关键的指标要做一个提升 第一个能到个数 我们从八个变成48个 第二个指标 我们时间分辨率要从一秒变成2.9秒 大家简单看一下 觉得这个时间分辨率一到2.9 这分辨率是不是变差了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能到数变多了 那么比如说八个能到 我们时间分辨率一秒 那每个能到除下来就是125毫秒 但是如果能到变48个 那么我们这个能到的时间就变成60毫秒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指标提高呢 那我们原来的仪器不是好好的吗 所以这里边我们看 月球附近的离子 它的这种能量的分布 它是不均匀的 有左边那种很瘦的 也有右边那种很胖的 那么我们看 如果我们能到个数比较少 那对这种分布的比较胖的这种离子 其实我们是能够把它有效地测出来的 但是对于左边这种比较瘦的 很明显 我们能到个数太少 很可能就错过了 这么一个有效的一个信号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能到个数增加 我们看下巴这个 很明显 我们能把所有的有效的这个信号 都给它采集到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增加这个能到的个数 那么同学们可能会问了 那能到个数增加的不很简单吗 就是一个累加 对不对 但是别忘了 其实我们整个仪器在探测的时候 能到个数增加了 如果你每个能到的时间不变 比如说还是125毫秒 48个能到 那我们的时间分辨率 或者一个工作周期 就是6秒 6秒钟意味着什么 我们看右上头 6秒钟意味着 嫦娥一号在围着月球飞的时候 它要飞了10公里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能到的时间 从125毫秒 减小到60毫秒 那我这个 这个飞行时间 一个周期就是5公里 那就意味着 我们在空间上这个分辨能力是提高了 所以说我们增加了能到数 降低了每个能到的时间 就意味着 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能量的 还是这个空间的 我们分辨能力是提高了 就类似于我们拍照 对吧 那我这手机的像素数多了 那必然这个照片很清楚 那么像素数很少 那你肯定就是很模糊 所以这是我们指标提升了一个根本的一个驱动力 那么我们去提高了这两个指标 那仪器本身哪个部分对应它呢 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卖的一个小关子 就是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一个部件 高压电源 我们看右上角 实际上我们说48个能到 相当于我这个高压从6到2700伏 它要分48个台阶上去 然后再从2700到6分48个台阶下来 那么理想情况下 我们这个台阶向左上角所示 那就是从一个电压到另外一个电压 那是直上直下的 但是俗话说得好 叫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实际上这个电压跳变 它不会是直上直下的 总会有一个变化的时间 那么如果说我这变化时间很慢 那就意味着我这个有效的探测时间就不够 因为在这变化过程中 这个是无效的 我们只有在这个平台期 对我们探测的有效的 所以说在同样的时间下 如果说我们这个上升时间变得很慢 那看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内 只能测两个台阶 两个能道 但是如果说我把这个上升时间变快 那我们看 其实在同样时间里 我们可以测四个台阶 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时间的分辨能力就提高了 所以说我们说了扫描高压这个部件 是我们一个关键的一个核心 那么我们确定了这关键核心 我们怎么去办呢 这个最开始当然想得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买一个国外的进口的高压电源 那么其实当时我们确实也买了 然后也做了很多的测试 但是发现了一些小的问题 我们经过反复地排查 发现其实它自己是本身存在一些瑕疵的 但是我们跟厂家去沟通 厂家拒绝承认是他们的问题 对于我们的航天产品来说 哪怕是一个微小的瑕疵 都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使用进口高压电源这个路就堵死了 那么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做一个自主的公关 那在当时我们经验比较少 时间进度又很紧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经历了很多次失败 当然也熬过了很多个通宵 最终我们其实在两个月的时间里 就完成了公关 那么通过我们一些创新的一些结构 以及一些参数的变化 其实达到了工程放映宽扫描速度快的这么一个目标 那么这个表可以简单看一下 是我们最左边是我们自己的这台载荷 跟同时期的日本的还有印度的 他们同时探测月球的载荷的对比 可以看出来我们在能道数和时间分辨率 这两个指标方面都优于他们的 那么其他指标其实跟他们也是基本相当的 那么整个仪器的性能指标还是非常好的 正是因为这些性能指标比较好 所以我们取了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那么第一个 我们在月球附近的环境里发现了氢分子离子 那这意味着什么 科学家就推测这种氢分子离子来源可能有两种 一种就是太阳风本身 太阳风本身它是主要成分就是氢离子或者叫质子 那么它跟月表相互作用可能会复合成氢分子离子 第二个 让科学家就更加的期待和兴奋 我们知道水分子是两个氢原子加一个氧原子 那么实际上太阳风跟它相互作用 可能会把它电力成氢分子离子 所以大家可以去期待 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可能跟月表上 可能存在的水是相关的 我们再来看 我们说月球是没有全球性的磁场的 但是它是存在类似于屠这种局部的磁场的 那么它也会形成一个小的一个护盾 类似于这种 那么实际上我们长阳一号这个载荷 在轨探测的时候 验证了这种小的局部的这种磁场 这种磁层的存在 那么其实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理解 我们用它可以作为未来宇航员的一个庇护所 其实太阳分跟月表相互作用除了产生离子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成分 叫能量中性原子 那么之前国外也是在离月球比较远的轨道上 测量过这种中性原子 那么月表是什么样的 大家是完全未知的 那么长河四号给我们带来了机会 那么在长河四号的玉兔二号这个月球车上 有一台载荷叫中性原子探测仪 它就是测量月表的这些能量中性原子 这是一台国际合作的载荷 由瑞典空间物理所和我们单位共同合作的 那关于这个载荷其实也有一个小插曲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上一台载荷 目的是为了各取数据有效的科学数据 什么叫有效的科学数据 那么看这个图里 当然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型号的载荷的数据 不是长河四号的 我们看这里边有很多的小点点 我们叫做小雪花一样 那它其实是噪声 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些背景上 看到非常明显的有效信号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科学数据真正有意义的 那我们再看长河四号这个载荷 那么这是这个载荷第一次加电在月表 探测到的数据的一个展示 我们看感觉都是小雪花 都是噪声 那么当时我也在接收数据的现场 看到这个图其实心里就凉了 觉得这个数据可能有问题 一切工作不正常 我们没有有效的数据了 但是我们也跟外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那么他们说其实这种数据可以用 适合于这种载荷数据的这种 非常科学的这种处理方法来进行处理 那么用上的方法 确实也能把它处理成非常有效的数据 那么其实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明一点 就是我们在载荷技术也好 在科学研究方面 我们在月球探测领域 其实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 但其实我们还是有些地方 需要做一些提升的 那么提升有两条路 第一我们独立自主 自立个人生去做 第二其实国际合作 也是另外一种方式 但是往往其实这种合作 是共赢的一种模式 比如在长河四号里 我们这种合作 其实也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 那比如像左边这个图 我们这里边探测到了 月表的能量中性原子 它在能量很低的这段很多 那这也刷新了大家的认知 因为大家以前觉得没有那么多 那意味着什么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 就类似很多的子弹 打在我们这个墙上 那么它会把我们墙上 这种粉末建设出来 那一开始大家认为 这个粉末很少 那对我们打的空间 影响没那么大 但如果说这个子弹 建出来的粉末很多很多 那我们这个房间 可能就不适合大家 来在这听这个报告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不太恰当的比喻吧 那么第二就是 我们前面说的月表这种局部的磁异常 存在着一些小的这种磁层 局部的这种相互作用 那么这台载荷在月表 通过中性原子探测 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 验证了太阳风 跟这种微磁层的一个相互作用 那么月球是我们神功探测的第一站 第二站是哪里呢 是火星 那么我也有幸参与了咱们国家 第一次自主的火星探测上 天文一号我负责这里边的火星离子与中性离子分析 那么从我左上角的图 我们一看这个是一个实拍的照片 那我们载荷在卫星的一个角落上 那么这个载荷主要是探测火星附近的离子逃逸 和中性原子逃逸 那么探测它们干什么呢 去研究火星大气的逃逸 去探究我们地球未来 会不会变成火星这样的干涸 不在宜居 当然我们国家现在也在开展 天文二号探测任务 这个任务是干什么呢 我们要发射一个卫星 去探测一个地球的准卫星 它是一个小行星 2006HO3 我们要采样返回 那么回来之后呢 我们再去探测 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 一个主带一个卫星 那么这里边我也负责这台 带电粒子与中性 粒子分析这台载荷 这个任务计划是明年发射 那我们可以向更遥远的深空再迈一步 当然我们现在也在论证 比如说关于太阳的探测 关于木星的 甚至关于更遥远的 我们太阳系的这个边际的探测任务 也都在开展 那么前面说了那么多的载荷 其实大家可以也一定程度了解 其实对于一个载荷来说 它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它其实是一个团队的一个作战 这里边包括科学的团队 包括工程的团队 也涉及到很多的专业 那么这里边我给总结了这个叫四多 第一个设计的专业非常多 比如这里边涉及到物理的 涉及到电子的 涉及到软件的 甚至涉及到机械的 涉及到工程管理的等等 第二个是研究领域多 我们要探测有粒子 有磁场 有电场 有光 有微波 有无线电等等等等 第三个就是协作单位多 那我们协作的单位可能有国家机关 有科研院所 有高校 有工业部门 甚至还有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 那么第四个就是能力锻炼多 这里边我们会 锻炼我们这种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 缜密的思维能力 以及我们团队协作的能力 当然我本人也非常地期待和欢迎 在座的各位同学 有朝一日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也许你们就是未来的科学家 工程师 还有企业家 那么最后 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们是幸运的 这里所说的我们 不光是我自己 不光是我们的团队 不光是现在国内 所有在进行 月球和深空探测领域的人 我觉得也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 那么 其实深空探测领域还有很多未解的科学问题 有待我们去解决 所以我们是可以仰望星空的 当然我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有很多的技术 或者载荷 有待我们去攻关 有待我们去研发 所以我们需要 这个脚踏实地 但是我觉得 通过一代人一代人的努力 我相信 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 肯定是还是能够做出 更大的仰望星空的梦想 好 我的报告就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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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